等了将近三年现在边境下个礼拜就要解封了 旅行社的业者就预估说就会出现报复性的旅游 像是今年年底欧洲过圣诞或是日韩的滑雪团 这两个是现在询问度最高的一推出就秒杀 现在也估计了要等到明年的三四月团费还有团数才能正常 等了三年好想搭飞机出国 但是别急因为估计要等到明年三四月 团体机位和团费才会变得正常化 目前来看像是年底要到欧洲过圣诞节 询问度变得超高 连带带动明年的荷兰比利时春天赏花团 至于土耳其的热气球行程也热了起来 几乎美团一推出就被秒杀 至于明年春季的樱花团更提早出现粉丝 短程的日本还是长程的华盛顿赏银 都有出现卡位站要提前部署 旅行社业者估计解封后出国人潮势必爆量 机位可能供不应求 特别是农历过年档期 如果要出国一定要提前卡位 东新闻 杨上人留言在台湖岛 如果您希望是去日本北海道跟团旅行的话 恐怕是吃不到螃蟹了 今年其实因为这个螃蟹的缺乏 所以疫情之前其实旅行社去这边 都会推出这种一餐三大螃蟹吃到饱 可是今年他们说不敢推 因为一个人就要台币一千多元才吃得到 这是跟疫情有关系 因为补蟹的情况很差 所以说现在螃蟹的成本涨太凶了 这么大的盒子里装的都是清甜的螃蟹 摆在你面前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疫情之前跟团来日本北海道 一定会有一餐主打三大螃蟹吃到饱 帝王蟹 松叶蟹 毛蟹 吃到你不要不要 但仔细一瞧发现了吗 解封后去北海道 已经没有三大蟹吃到饱的Savis 专攻北海道的旅行社透露 以往三大蟹吃到饱 五千日元就吃得到 现在要涨到九千元才有机会吃 等于要多花一千块台币 而且还可能只吃到两种螃蟹 原因就是俄乌战争 俄罗斯封锁平常捕螃蟹的恶货刺客海域 加上疫情没了观光客 当地专接台湾团的餐厅 加这么多的钱 是有点不太值得啦 这个很难说啦 我们对 我们没有办法 预测这种事情 旅行社诚实已告 有人觉得有吃到日本海鲜就心满意足 有的人就是非吃螃蟹不可 疫情和战争夹几 光是吃个螃蟹就能看出旅游市场 已经变得不再一样 董事实在台北 抽到 是好多人喜欢吃的寿司 现在很多人也喜欢吃这个现捏的 可是美国特别缺的 就是日本料理的寿司师傅 他们的年薪最高有180万元 是日本当地的三倍之多 所以现在有好多日本的 这个年轻寿司师傅 他们就纷纷的往海外去工作 甚至连这料理学院的课程都加速 说几个月就能速成了 上一片寿司放上鱼卵点缀 看起来新鲜美味 日本寿司在世界各地 都拥有强大拥护者 捏寿司的师傅也特别抢手 猎人头公司掀起高薪 抢人大战 给的薪水是日本当地三倍 让不少寿司师傅趋之若鹜 虽然日本寿司耐不住通膨扬力 不断上涨 但寿司师傅的薪水 却多年动涨 再加上日币贬值 海外工资差距更扩大 寿司师傅平均年收入300到500万日元 约65到110万台币 但在美国地区的日本料理店 年薪平均能有台币180万元 最多能差到三倍 让不少人急奔海外 其实在日本还有不少寿司学院 专门给当寿司师傅的人上课 如今因应需求也把课程浓缩成短期战斗班 几个月就能速成 前往海外掏金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 苹果公布了去年主要供应链的名单 台厂部分是重新换写 有新纳路三家 可是踢出了五家 新纳路的包含了是SMT厂 台表科 台药 还有科家 但是变化也很快 散热大厂双红 去年还榜上有名 但是短短一年被踢出名单了 紫色新机经验登场后 苹果公开幕后工程 2021年度主要供应链名单 台厂部分重新洗牌 苹果官网最新公布去年度的供应链名单 其中台湾厂商有三家成功加入 另外有五家被剔除 呈现三进五出 今年新加入苹果供应链的台厂 包含表面黏着技术SMT厂台表科 未上市的铜箔基板业者台药 以及替MacBook笔电 做键盘薄膜触控开关的科家 而被除名的五家当中 又以双红 两维 康控 只成功进入苹果主要供应链 一年就被移除 苹果跟特斯拉的供应链 其实他们这种 Global Logistics 它会每年去做零选 那零选不外乎是价格 还有它的品质 交货 苹果的霸气不行就换人 格局放大到全球来看 也是大换血 中国供应商七进八出 老牌瓶盖骨欧非光遭到剔除 日韩方面 日本青金属 南韩IC设计厂LX Semicon首度加入 这些都透露出苹果新战略 是供应商集中化 以及非中国生产据点比重提升 苹果是希望把台湾跟日本 这边的量能够增加上来 因为目前看起来 这三个地方 中国大陆 台湾跟日本 韩国它不可能跟它多拿 因为韩国自己有自由品牌 所以它比较希望就是 像我们这种代工厂 专家分析疫情后 大陆的不断封城 让苹果把供应链 集中在台日印度 如今整个供应链大迁徙 以及新机市况 还有美元升值 对营收有多大影响 将在10月28号第四季财报上揭晓 东森财经新闻 吴博流就在台北采访报道 今天有一场最大的财经盛事 这是世界投资者州的联合论坛 特别就聚焦在说 今年全球股市震荡 好多人说投资好难 国泰金总经理黎长根认为 说现在台股 国安基金已经进场了 所以已经到了 闭着眼睛买的阶段 华南的王子林芝言 则是说 投资自住的房子 像是艺术品 不用天天看价格 又从台股毕业了 网上毕业文一篇又一篇 最新的韭菜文实在血泪 折损70%出厂了 赔掉大学四年学费 宣告跟股市说再见 一些人用寒的就跑 那当然会出大事 对不对 心情一定会不好 好像就是蛮 蛮物足的嘛 就是我有听到一些 惊心动魄 心有余悸 今年以来台股跌掉超过两成 这不仅是多数投资人 心情写照 也是国泰金总经理的点评 但如同股神巴菲特名言 别人恐惧 我贪婪 李长根认为 想成功投资 要用灾难投资法 不同的投资人 你在看这个事情 是不太一样 国安基金进场之后两年 除了一次之外 全部都是正会报 当所有人都没有信心的时候 国安基金进场了 你放两年之后 都是赚钱退场 会不会再大跌 我也不知道 当你的股票跌破年限 真的闭着眼睛买了 不要那么怕 跌越凶 你能买越多 最起码根据我做人讲 你看国安基金就好了嘛 闭着眼睛买就对了 但这指的是要看中长期 结算才能是赢家 投信投顾工会理事长则认为 虽然现在进场不能说安心 但拉长时间的确是关键 所以我想说把资金分散 时间分散 透过定期定额 长期参与 要慢慢的透过组合 能不能做到一次多档 华南少东林芝妍则建议乱世中最好的保护伞是稳定投资 房地产也是其中之一 住宅跟艺术品一样 你应该是自己住自己享受的话 应该买得起的话就买 赶快买下来 因为不要说每天看 每天看价格没有意义 所以长期来说你自己用的房地产 就是最好就是能买就可以 虽然台股四日大涨276点 但短线只能视为跌身反弹 就像金融界大咖们同声说的 长期获利才是赢家 东森财经新闻 黄福祥林浩宇台北报导 长榮的家族分身又有最新进展了 这是新宇航空的董事长张国伟 继辞去立荣董作之后 现在又卸下了长榮航太董事一职 外界现在就解读 这是要跟长榮集团完全切割 甚至还有传闻说 张国伟是想要卖股去 挹注给新宇 但是新宇现在否认 专家也分析说 现在卖股变现的话 其实不符合成本 短时间内张国伟不会这样做 现在大家都说 看小K做什么就对了 这回小K新宇航空董事长张国伟 要做的是彻底断开长榮集团 9月27号宣布辞去立荣航空董事长后 10月3号又再卸下长榮航太董事 而长榮航太更是大动作立刻改派代警权级李伟章 要取代张国伟和翟建华 不然我可以吗 两百一 放一口袋啊 我不用弄累啊 对不对 我放一口袋啊 身体洗就好了 我是因为有心要做这个 长榮航太董事名单回复到长榮家族内斗思路之前结构 而立荣在K董请辞后三天前董作临志中也马上复职 航空在空中霸权上面去争夺 那这个情况而且他第二次融资了 所以他一定要对新的股东来做负责 所以我估计他现在最大的选择应该是把星宇航空做出成绩 远大于去经营立荣跟这个长榮航太 但也有一说K董切割长榮只为拿钱走人 易住星宇 某老陈估计张国伟至少能分到上千亿台币的巨额 不过星宇公关长聂国伟则严正撇清 最好的方式还是跟张国华谈判 如何用同样的价钱卖给张国华 可能比较适合 如果在市场抛售的话 他损失就很大了 我不太认为他会短时间做这个事情 但星宇航空新股蜜月行情似乎提前退散 四日股价开高走低 一度触及20.95元低点 中场大跌3.31% 收在21.3元 要进军资本市场 力拼专亏为盈 看来还考验K董真功夫 董事人 新闻众 瑞宏佩宇特别报道 下个礼拜要迎接市边境解封 所以航空业还有旅行业 其实现在都纷纷在宣布新增航班还有行程 像是星宇航空 他们携手就是高端旅游 北海道滑雪胜地定基五天 六万七千五 长荣开航德国的慕尼黑 长饭假期欧游十天也是七万有兆 全美世界一望无际 矫健身手在滑雪场大秀一回 北海道是滑雪者冬天 最爱的滑雪胜地之一 Hiroro雪场临近日本海 明年冬季最高降雪量可达21公尺 是北海道雪场降雪量冠军 随着边境解封 航空公司强大冬季奢华旅行 换上御衣露天风雨 同样也是来日本旅游 必备体验项目之一 雪深住宿美食滑雪全部包套 五天寄出六万七千五百人 我们主要的营收来源还是客运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是大概是有平均地做一个配重 各位刚才可以看到了 13条航线里面呢 我们有五条航线的话是东北亚 在东南亚的部分的话呢 要因应明年四月LA开航 我们必须呢 先筹设好我们的区域航线 所以我们是平衡地发展 后续增搬 月儿音乐一咖皮箱 街头艺人就能演奏歌曲 德国慕尼黑市区随处可见艺术文化 想来欧洲行则由旅行社推出 德瑞翼十日六万八千九百元 航空公司也宣布大增搬 长柔航空第四季接连开航 意大利米兰德国慕尼黑 新雨月底开札幌冲绳 华航明年书每周五班 直飞越南縣港 东南亚版图再扩大 之后呢我们也晓得 其他的地方也有很多粉丝 所以我们基本上会再把这个飞机 放到东北亚 东南亚 十月十三入境零加七开放在即 航空业大利多 虽然价格都不如一行钱便宜 但闷了太久 很多人忍不住了 还是卡拿出来刷下去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导 我们的独家报导了 这是在东京日本朝 有一间神社 只有当地的内行人才知道 每天几乎都挤满了参拜的人潮 因为在这边供奉的是号称 日本证券妾的守护神 很多人就会来这边 特别的参拜还有洗钱 但是在这边的洗钱 他指的是把这个钱币 放入井水当中去清洗 说这样是可以转运 甚至让股票赚钱 但是真的有这么神吗 上班族西装笔艇 加快步伐 走进大楼 巨型一幕投射盘式 一台笔电长椅一座 就能上工 券商银行 东京镇交所都聚集在这 号称是日本的华尔街 自然名不虚传 东京内行人都会特别来 这间神社参拜 因为这里有着 证券切的守护神之称 不论是求财求健康 都能到这里成败 硬币投入赛钱箱 鞠躬两次拍手两下 最后再一拜 开始跟神明沟通 来到这除了事业顺利 更多人想要股票赚大钱 我们跟着在当地工作的台湾人 入境随俗洗钱去 全日本唯一一个 可以合法洗钱的地方 洗一洗 洗完之后 这个钱就变成像一个钱母的功能 以后放在你的钱包里 可以涨出越来越多的钱 坐镇前洗井的奔天神 除了洗钱 还能让你抽张预神签 我的天哪 竟然是墨金 难怪今年股票没赚钱 告诉观众朋友 墨金就是下下签 看来是我功课做不足 洗的也不够努力 不过没关系 我还有救 一阵手忙脚乱 刚快挂上去 墨金运和晦气都留在这 把好运带走 这真的不是我乱说啦 日本神社都是这样做 洗的面额越大就越有效 所以之前洗了一万块 觉得效果很不错 他一万块到现在还一直 放在我的皮夹里面 如果你跟我一样 今年赔不少 接风后来到日本 也许可以向东京证券收护神 参拜洗钱 再转个好运 东四来新闻洪配周宇睿 日本东京的采访报导 回到台湾 我们要看这是在嘉义 有一个荒废七年的知名废墟 台体大的前校区 如今这里已经完全不一样 它摇身一变成为了 无人机国家队的起飞基地 有20家的无人机厂商 就在这边集结分工合作 研发动能是大爆发 现在的无人机 其实它已经不再只是 去拍照去录影 现在是飞到30公里以外 还可以及时地监控影像 甚至它是可以搭载飞弹的 正因为现在全球市场 都已经开始排斥 红色供应链 所以这也让台厂迎来机会 这商机上看百亿 就像变形金刚请一秒 还只是折起来的小机器 下一秒装上六颗电池 展开双翼 35公斤的多轴无人机 准备起飞 20米 25米 大阵仗进行测试 高度风速都得掌握 不管飞多高 可说是完全没有遮蔽物 这完美的测试地点 就在嘉义铺子 前身是知名废墟 台体大旧校区 这个废校七年 谎言漫早的宽阔园区 如今摇身一变 现在成了台湾无人机 国家队的研发基地 最新研发的多轴无人机 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70公里 不止会飞还得载重 最远可达30公里 承重最高30公斤 没有问题 未来不止能送灾区 还能做高价值经济作物的 空中货运 这家公司才开业三年 就创下年营月额2000万元 那接下来就是往运输 甚至是说有一些军事用途 用人机喷洒农药 好几甲田一个上午就喷完 以前一甲地 人工得喷一整天 现在20分钟就能完工 高平地区的农业有八成 都靠他们 针对农业缺工这块 就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它的效率大概有到60倍 效率惊人 但不得不说台湾无人机企业 跟中国大陆的大疆 还差一大截 大疆就如同无人机界的iPhone 占据全球七成市场 但随着红色供应链 被全球视为威胁 台湾也全面禁用 这些企业的机会来了 光是台湾公家单位的需求 就有超过百亿市场 这一台是去年刚研发出来的 MITT-200无人直升机 这一台未来将跟星链合作 也就是未来看得到天空的地方 就能够布现通讯网路 无论是在海上或是在灾区 都不怕遁网 这个梯柱就是雷达 最远能侦测到方圆50公里 有没有不明物体飞入 像是金门无人机世界 它就能自动侦测 甚至派小机器 将对方无人机直接撞落 一次还不止控制一台 MIT自主研发的T200 六架起飞队形变化 未来甚至能成为台湾的国防战力 它可以搭载一些武器 火箭弹还有一些炸药 高爆炸药 从看不见中国大陆的车尾灯 到今年的突飞猛进 就因为这基地 就是无人机的实验沙盒 厂商不用事先申请 只要知会就能尽情是非 更有群聚效应 这个中心起来之后 我们这20家厂商 大家都是可以开始做一些分工合作 那对于整个台湾的产业 无人机产业链是一个很正向的帮助 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去把它变成一个 另外一个富国神山 所以这个东西未来商机 其实是真的很大 上看全球市场 看看中国大陆的大疆 2019年营业额就有25亿美元 毛利率高达59% 但在各国境遇下成长趋缓 现在就看台厂有没有实力 把握机会抢下庞大商机 东森财经新闻科王 商圈空置率出现了疫情以来 首次的下滑 像是在中山 它一口气下降超过5% 现在观光客也即将回笼了 新门丁知名的雪花冰店 说他们要赶快招人 要招5到10位 雪花冰片片飞下 瞬间堆起纯白小山 再叠上黄橙橙芒果 观光客最爱的芒果雪花冰 10月13号国门开放 总算能来台大快朵仪 新门商圈的店家也提前备战 以这间芒果冰店来说的话 总共有5个工作站 以前的话是每一个站 都有负责的人在轮流 但现在却只有2个人 未来开放之后 也陆续将人力来补齐 两层楼破百屏的空间 过去全盛时期 为了应付观光客 得用30名员工 这一次预计要补5到10位 就是看好未来商机无限 同样在西门商圈的 切片水果店也开始动起来 利落把木瓜切成块状 装进塑胶杯 比起果汁 观光客更爱吃切片水果 店家将增加2到3成的备货量 同时还要新增水果品项 肉可能会再多进些 对啊 就十令的水果啊 像下个月就有凤梨市家 观光客是最爱的啊 凤梨市家的芒果啦 这类的 那个观光客会比较喜欢 一颗颗肉圆在油锅里翻滚 另外一个中山商圈的台湾小吃店 也要迎接观光人潮 增加3到4成的备货量 消费力道逐渐回温 商圈跟着绝地重生 第三季空置率中山南京商圈 一口气下降5.1个百分点 来到百分之4.61% 而西门商圈则是疫情后首度下降 来到百分之21.1% 国门开放就有人进来 当然进来就是 我就觉得是天命市场就是 还是会 还在附件当中 确诊它还没有完全恢复 对于那个租金降以外 还没有马上会回来 商圈闷了两年 养了蚊子多时的空店面 随着观光客回流 也将重新开张 东森财经新闻 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